大家我是暴君 男子意外得到一副墨镜 戴上纸肉 发现什么到处都是外星人 人类已经慢慢被他们洗脑控制 一部经典和幻惊悚片 极度空间 景气市道不景气 银行接连倒闭 新轮的景气危机 已经悄悄来临 到处都是实验 等待离取救助金的工人 男主杰克也不例外 身上除了一宝行囊之外 已经没有任何的钱财 想买凭老夫三权 都成了个大问题 无奈之下 杰克只要来到直接中心 看有没有什么日节的工作 暂时先做一下 却被告知 已经没有任何闲暇的指挥 就连扫大街的火 都已经摇号排到了明年 眼看中午就快到来 午饭都还没着漏 杰克又来到工地混口饭吃 包工头一看杰克还挺健壮的 正是做苦力的好材料 于是好心收下了他 公有死亡建塔没地方住 又带着老家自己做的平民苦 这里每天都会有教会的人 派发食物 吃饭问题完全不是问题 再次看电视的时候 一个老头在瞅外星人统治地球的事情 不远处的一个神父 还跟着说了起来 貌似好一个老鼠 在探讨什么秘密的事情 杰克好奇之下 偷偷来到他们谈室的屋顶 发现这些家伙 好像在谋划什么大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杰克刚想开流 就被那个神父发声 神父很是热情 当地邀请杰克加入他们的组织 杰克只想有口饱饭吃 有碗揣一头就够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兴趣 直接一口拒绝 一架子存机在房子上空都来都去 没多久就来了一帮警察 将平民苦差的干干净净 杰克溜回房子里 发现了个风吹完好的指射 以为是绿草经营珠宝什么的 结果却只有一堆墨镜 藏好这些东西之后 杰克也戴上了衣服 眼前的一切瞬间就变成了黑白颜色 而且还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食欲 更加诡异的是 身边出现了很多骷髅头的家伙 和人类混在一起 很快杰克透视的事情 被这些外星人发现 两个外星人警察打算搂走杰克 却没想到他还会三两招功夫 最后使得是一脸蒙逼 杰克在这警察的装备杀到银行 发现这里也有一大帮外星人 直接突出了这帮死牙的 警察即使杀到 杰克趁机挟持了肉丝 并且留到他家里躲避 看肉丝还挺贤贿的样子 杰克说出外星人既讲要控制地球的事情 肉丝招架装顺着他 趁杰克一个不注意 优旧品砸到他不敢 墨镜也因此被损坏 没地方可救的杰克 只好又来到贫民窟附近 找出了之前藏起来的墨镜 四方一直都以为 杰克杀死的是无辜贫民 直到戴上墨镜才发现 这个世界正在存在有外星人 两人来到一家旅馆站住 在这里遇到了之前贫民窟的坎爷 坎爷带他们来到新的秘密基地 说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 是为了掠夺这里的各种资源 并通过一种电磁波 控制人类的大脑神经 最终成为他们的玩物或者宠物 众人刚想着好好大干一场 一般警察突然袭击 杀了进来 双方人马死伤惨重 杰克和死亡刻着敏捷的身手 弗达民大活了下来 还意外发现了 外星人发射电谱的基地 一些有钱的富人 和外星人狼狈为奸 控制着人类的行为意识 一个教会以为杰克两者是自己人 带着他们参观了一番基地组织 一路狂烈大悲 犯狙击能力 简直就是秒杀现场一切 刚好若实也出现在这里 只是杰克没想到 若实也是可恶的外星人 还干掉了老伙计失望 杰克一气之下 松仲实去了上帝那里 这就打包电波装置 切断了辐射电波对人类的控制 外星人的整面目也终于显露出来 而杰克也辅当命不大 使得那些外星人警察的手伤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一本上月1988年 讽创了当时美国阶层 对立的一些现象 荒诞的同时 又隐喻十足 导演袁翰卡彭特 曾指导过越共广性广广系列 使得影片也有一些逼迹的未来 总体上还是非常值得一看